今天已经是龙腻的大年初一了 按照我们家乡的惯例 大年初一是不出门的 给人拜年也是初二才能开始 那么闲在家里呢也没什么事 三番书早早乐的 给一些著名的这些活动家们提提意见 也算是个拜年了 我刚才查了一下 即便是纽约时间 现在已经是过了零点 也算是进入初一这么一天了 我们都知道唐木桥在很久之前 他就宣称过 他说他一年能有二十万美金的年薪 我们现在都知道他撒谎了 其实另外的一个野生的这种民运活动家 叫曹长青的真的拿到了二十万美元的年薪 因为他在这个台湾绿营的电视台 他从2016年开始成为一个固定来宾 那么每个小时的终点费呢 是两万新台币 四个礼拜下来就一个月吧 算月薪嘛 是五十万新台币 合的人币也就十万块钱 美金也算一万多了 那这一年下来嘛 加上在其他地方发表的文章 我相信二十万这个人家是真拿到 这两个人都比较奇特 在海外他们都被定义为 反抗中共政体的 对抗这个共产主义制度的这么一个民运活动家 大多数人把唐木桥定义为一个小丑 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主要是骗捐 对吧 他自己还是有他的一些理想 哪怕你说那是产生幻觉了 我觉得其实呢并不为过 因为他一生宣扬的都是反抗中共的暴政 这两天有点慌了 因为告他的人越来越多 他告的人呢实打实的证据好像没看着 告他的能把他送到法院的 证据已经越来越齐倍 所以他最近开始发推文 征求大家意见 说是准备呢要加入美国国籍 这就是属于那种想保留中国国籍 第一时间杀回去 作为变革中的领袖 甚至想去竞选总统的这么一个幻想 现在几乎破灭 其实曹长青比他聪明的多 88年到美国留学以后 96年他就加入了美国国籍 我们都知道曹长青的出名 其实是在39岁 作为深圳青年报的副总编辑 他喊出了要邓小平下台的 全国人民同意邓小平下台的这么一个口号 发表这篇文章是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一直以来把它认定为这是他人生中的巅峰 这是一个亮点 其实从本质上看 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投资 或者说是一个失误的选择 因为他当时是想站队 其实他的一生还是很悲苦的 他53年生 那么77年上大学 在学校办了一个大陆社 就是大陆朝天各走一边的那个大陆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陆社出来一些名人 其中有一个在美国的作家叫哈金的 据说很出名 因为我没看过他的作品 所以不太好评论这个作家 但是我们知道一点 曹长青在进入大陆社 乃至后来组建以后担任社长的时候 他的面目是一个诗人 他提出了一个嘹亮的口号 叫做文学要干预生活 同学们当时还不太同意 他打手一挥 来了一句 为什么不能 我们在曹长青的文章里面 经常看到为什么这三个字 其实那是他年轻时候落下来的印记 大陆社 大陆社没搞多长时间呢 就被扣上了帽子 说他们是自由化 非法组织 当时很慌 慌张之余呢 在老师的这个提携下 他们几个同学去找了当时黑龙江分管 文教的一位副省长 加上一些作家 老作家为了这个保护青年 也发出了一些呼吁 所以最终呢 这个事件是以当时的黑龙江省 省委书记到黑龙江大大学 专门为这个大陆社的这个事件 做了一个调研 这个风声就压下来 七夕届的这个大学生 他读了五年 82年毕业 毕业了之后 曹长青被分配到当地的一家 医学小报 我想 从回忆的文章 他的同学的一些回忆的文章上来看 他应该是很失落的 砸个行李卷 凄惨的去报到是吧 虽然是分配了工作 但是没有达到他的预想 心中呢肯定有气 没过几年他就去深圳了 折腾下来以后呢 他成为了这个深圳青年报的副总编 完了我们知道从他39岁开始 人生进行了一次转折 至于什么嫖妓啊这些宣传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政治 可能是给他下了个套 所以你从这一点上来嘲笑他 我觉得是没有意义 我们看看他后面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他88年去了美国 到了美国之后呢 其实他憋屈了二十多年 一直靠写一些政论文章 包括他加入美国国籍以后 他还凭借了一些美国使征 几乎看不到什么亮面 有人做过统计 曹唐经自己推文里面也介绍过 三十年来他写了三千篇文章 确实很多很吓人 但是你要想想那个 乾隆爷一生写了四万三千多首诗 那你就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写的多不一定能流传的下来 我们现在听到的一些故事 往往都是调侃他的 你比如说 曹唐经在台湾被很多人 戏称为曹科长 是属于中共战略忽悠局 张昭中局长下属的一个科长 那我们去看看台湾人 为什么要称他为曹科长呢 因为他说了很多故事 比较出名的有几个 我今天列一下 第一个 他说屈原为什么要投江呢 这是去年那个端午节的时候 人家几个嘉宾在那讨论屈原为什么要投江 曹科长来了一句 屈原要投江 是害怕秦始皇 所以他投江了 这东西真不能看书 你要一看书你就会发现 他说屈原投江是害怕秦始皇他们 把他坑掉 屈原死的时候既没有中的也没有秦始皇 人家还没生出来 对吧 你这东西也不好说 因为他比我大 今年六十多了吧 六十四六十五 是吧 你说老年时代也好 记忆退化也好 这个东西就不计较 也无所谓 跟着他发明了一个什么呢 就跟那个澳洲的那个押运工叫什么 就那个一天到晚戴个墨镜抓把枪的 发明了那个什么什么武昌起义第二枪的一样 就是说 曹科长他发明了一个结论叫什么 叫中国人互害 他们拿煤油来砸油条 就这个东西我就看不懂 为什么今天我要说呢 因为他当时连续用了三个反问句 他说中国有什么文化 中国不就是造假文化吗 中国人都有神经病 都很躁动 完了以后 他冒出了一个金句 大陆人用煤油炸油条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确实就不仅仅觉得好笑了 你说那个粽子也好 屈原也好 是吧 秦始皇也好 那只是一个记忆错误 这个东西呢过去就过去 但是你说那没有炸油条 这个我觉得就很奇怪了 因为没有我熟啊 我用的打火机烧的就是没有 对吧 我们现在知道没有呢 在一些偏远的山区 你还能见着 因为他不方便通电 他用这个气死松灯 来照明 这个是有的 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有 你更别说一些餐馆呀 或者一些旅行家是吧 他们比较复古 搞一些气死松灯 各式各样 现在还有很多企业在生产 当然那主要是怀旧 或者是装饰性的东西 除了打火机油 它最大的功能 应该是飞机的燃料 我们经常把飞机的燃料 称为第三号燃料 但是民间呢 老百姓一般把它称为叫 航空煤油 我就搞不懂了 你拿煤油去炸油条 可能嘛 那东西会爆炸的呀 那个东西跟气体 挥发出来以后 跟气体混合了以后 它是会燃烧会爆炸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科长也好 诗人也好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通才 他也会闹笑话 气规气我们也就不说了 是吧 你说我们都有神经病问题不大 是吧 中国14亿人 1.8亿的这个精神病患者 或者有 泥患精神类疾病的 这么一个人群 你真骂两句 倒也无所谓 但是你别忘了 你去美国 你加入了美国国籍 你还在用中文 写书 演讲 上电视台辩论 你靠中文活着 你为什么不把党文化和中国文化切割开呢 我知道 因为你在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 曾经 发出过自己的心声 有一集节目中 你甚至提到台湾的小孩子太辛苦了 去学这些琴棋书画班 去补习文言文 这都是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你建议孩子们只学英文就行 去年 其实台北市政府 发布了一个通告 说这个潮昌经在民事 参加这个震惊看民事的这个节目 是属于打黑工 因为他持有的是美国护照 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些规定 他劳工署的规定是怎么说的呢 是外国人如果要在台湾工作 那你必须要办手续 这个手续应该是民事来办 而不是潮昌经本人来办 你本人你也办不了 这就相当于一个接收单位 他有一个工作签证 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呢 潮昌经的责任并不大 我在推上还专门与一些推友发生了争执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要给他搞这个东西 很多人说他在台湾名气很大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 确实名气很大 但是这个名声并不好 他被称为一个舆论打手 国民党恨他 清民党恨他 民进党也恨他 所以才会出现台北市政府 说他打黑工的这么一个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老说台湾要独立 你只要不输 不赞成明天就独立 他就骂你 你这个东西怎么搞 我记得有一个 国民党籍的一个嘉宾 曾经在节目中怼过他 说你成天鼓到我们独立 你有种你放弃美国国籍 你加入中华民国国籍 没了下面就没画 他就没皱脸 我看过他一些文章 一些视频 他在台湾宣布 他说东地问独立的时候 七十万人死了二十万 台湾的独立 要用台独人士的鲜血和生命 来换取 当然了他是美国公民 他是无关的 死到有不死平道 所以呢 绿营上台以后 对他也没有什么好感 否则就不会爆出 打黑工的这么一个新闻 为此 曹科长还专门唠了一下 他说我1953年生的 我的父母都是中华民国公民 那么完了以后呢 53年 中华民国政府还在合法的 行使着权利 就是在联合国啊 一直到七七十年代嘛 那完了以后 我就是中华民国公民 所以你不能视同 我是外国人 我是沦陷区的公民 你看这东西怎么搞 你要按他前面 就他前年做的一个演讲来看 他说中华民国 已经 事实 消亡了 这是一个伪定义 伪国号 现在只有台湾 要以台湾的名义 加入联合国 这是他2016年做的一个演讲 所以他像他这样 声音比较大 呃 言语呢 前后矛盾 逻辑不能自洽的 还很激动 那为什么要 台湾老师请他上节目呢 其实还是三个字 收视率 很多台湾人 非常搞笑的 在一些网站 谈到这些笑话 一般来说 都是这样形容他 就是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名试 当成得音试来看 每周都有超科长的节目 好开心啊 所以就这么一个人 你说人品也好 你说他的这个住宿的 历史地位也好 真的很难说 他是一个擅长急转弯的 这么一个人才 川普上台以前 他专门发了一篇文章 说华人为什么不支持川普 他列出了几个理由 第一 川普这个人呢 他没有最基本的道德感 没有是非感 第二 他说川普 不懂国际贸易 不懂这个自由贸易 第三 他说川普是一个骗的 这东西大家看了一笑 也就算了 没想到过不了多久 川普上台了 希拉里 败 败选了 败选了以后呢 他这个传销好掉头啊 因为他是一个单干户啊 对不对 他也没组织的 完了以后 他跟着又写了一份检讨 提出了五条 比上回那个多两条 他说第一 川普这个人有度量 不小心眼 第二 他懂得感恩 第三 说他那个孩子吧 挺优秀 然后完了第四 说他很有这个 学习能力非常好 你这就麻烦了 还有一条我忘了 真记不得了 因为他这个东西啊 你没办法 没办法记 不容易记 就他说的东西 你只能当笑话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前言不大后语 对不对 他没有逻辑啊 刚说别人是骗子 再回头又说他 学习能力好 学啥呢 学诈骗技术吗 所以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来 很公正的评价他 你只能说 他自从39岁以后 他很失落 他有一种这个愤恨 但是你要通篇的看他的东西 会把你头看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 他一生中遇到了很多挫折 据说刚去美国的头两年 非常的落魄 二十多年来 仅仅靠这个卖文为生 你需要什么东西 他就会迎合你的意见去投稿 经常是翻脸比翻书快 一家杂志社不刊登他的某一篇文章以后 他另头的转头到另外一家 反过手来 他就把前面这家骂得一文不值 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 通篇看下来 你会感觉到很爆炸 你会晕 他不像正常的一个文人 你国内有一些知识分子 他们是有一些变化的 他们的前后 他们的思想有一些变化 这是因为他们深度的参与了中国的政治 他们倾听了人民的呼声 甚至看到了党内的一些 政策上的一些变动 他不仅仅是骂 他还要解决问题 这种思想的流转 他是很正常的 就像我们看一个书法家 他年轻时候写的东西和他晚年 写的可能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这种变动是正常的 爱情都还有保质器呢 何况一个人的思想 对不对 曹长青不是 曹长青这个人 从他二十多年三十年的文章 以及他供职的这些经历来看 他完全就是脉文 他是按需定制一些东西 这就完全没必要 我们可以清醒的认识到一点 这种文人在中国到处都是 如果39岁那年他投资要是成功了 他会被提拔到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他恨不得现在王沪林坐的位置是他 只是很可惜 这种人在华人圈中为人不齿 在世界文学史 或者说在诗人的行列中 我们也不会见到他的生意 谈写诗 跟他同时代的刘霞 写的都比他好很多 算比他小 但是我告诉你 论写诗他算不上什么 你要论战略忽悠局 也轮不着他 比他会忽悠的多了 人家把他当成得音社 当成段子看 是想看他那种上串下跳头 这么一种滑稽的形象 很让人开心 以后不要再去传 说是曹唐青在台湾 所有的名嘴都给他变倒 这个东西真的不能传 换那你去 可能这些名嘴也不敢接话 台湾两千多万人 东帝文七十万 七十万十二十万 你按这个米尼算 死掉三分之一 死八百万人 台湾人得家家带孝 很多人家都得灭族 你谁敢答应他 是不是 你要这样提 你又是一美国人 打不得骂不得 你还非常的政治正确 你要用生命来换取独立 你说你怎么跟他变 他是靠智力或者是变才来 脸牙对方吗 没有 在台湾他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印象 就是他始终是嘴比老快 他说话不过心的 前后这个反转 甚至有人看完以后 经常会说四个字 叫目瞪口呆 形容曹长青的时候 就不仅仅是一个曹科长 人家说的更漂亮 人家说曹长青 比蔡英文头上的那个法夹 还要弯 真的 这个新年 质疑一些人 质疑一些事 我觉得都很正常 但是呢 也没必要 把他太当回事 大过年的把自己气坏了 我觉得不值 这种人 今天有 今后还会有 作为一个国际友人 他非常深入的介入了 中国现代政治 我们只能说欢迎 顺便呢 看看他的视频 看看他的这种激动 他比较擅长制造的这种现场激动 当然了 如果手边有卫生纸的话 他也会哭 这种保命的绝迹 我相信 很多人都有 我们遇到了很多 先例 他不是仅有的一位 所以大家不要把他当作大师 也不要把他当作小丑 说白了一句话 他就是一个拿钱办事的人 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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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